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17章遇险 是你 薛听雨叫出了声 呵呵 你还记得我 傻子笑出声 他现在的声音并不憨 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傻了 他的目光锐利 就像是猎鹰一样 随时能置人于死地 当然记得 你还活着 薛听雨定了定神 他还记得当初自己觉得他也算是个可怜人 所以让叶浩轩放他一条生路 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又杀回来了 而且来者不善 他一定是来报仇的 我当然还活着 呵呵 傻子又笑了笑 你想干什么 薛听雨问 你是我的媳妇啊 你忘记了吗 你说我想干什么 傻子冷笑了一声 他现在可不傻 他被村政家族的人治好后 并注射药剂提升实力 他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被薛听雨绕进去了 这里是京城 薛听雨说 你最好不要乱来 现在马上走 我可以当作没看到你 不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有人说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这句话说的果然不错 你骗过了我第一次 难道还想骗我第二次吗 傻子摇摇头说 你想怎么样 薛听雨退了一步 给你两条选择 第一 跟我走 做我的媳妇 第二 我杀了你 傻子非常认真的说 呵呵 你现在并不傻 所以 你知道 这不可能 薛听雨主产 那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傻子说 你不妨考虑考虑 我现在想起来了一切 我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死的 我以前真傻 傻子说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傻子 你真的认为 村政家族为你升级了 薛听雨笑了 傻子就是傻子 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或许你真的该去死 真可惜 我挺喜欢你的 傻子有些惋惜的说 以前那些女人 口口声声的说喜欢我 但是她们却暗地里背叛我 你知道她们的下场吗 她们都死了 被我掐断了脖子 我不忍心掐断你的脖子 所以 你跟我走吧 你还是杀了我来的比较直接一些 薛听雨说 我很认真的说 你杀了我吧 想让我跟你走是不可能的 那我只好杀了你 傻子突然右手一伸 一只手突然变成长长的触角 向薛听雨的心脏处抓去 她的这条触角很长 就好像是章鱼的触角一样 又滑又沾 看起来极其恶心 薛听雨亮呛后退 就在这触角 飞到她身边的瞬间 突然一抹青色渐芒 自天而降 吃一声响 傻子的触角 便被这道轻芒斩断 随即一条人迎娓娓而来 确实妙善出现了 她手中三尺轻锋向上微举 护在薛听雨的前面 妙善 你怎么在这里 薛听雨又惊又喜地问道 医生早就料到了这一切了 所以 她让我过来保护你 妙会紧紧地盯着前方的傻子 淡淡地说 你到底是人 还是鬼 我不是人 也不是鬼 傻子笑了笑 她微微地向前一步踏出 在她落地的瞬间 身形突然出现在妙善的跟前 融合了不知名基因后的她实力 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妙会深具道家正法 也不是吃素的 她手中常见飞舞 飘逸自然 与眼前的傻子 斗在了一起 妙善的剑远转如意 她每一剑斩出 都是无可挑剔的 剑锋之上带着隐隐的青芒 渐渐都像傻子的要害处招呼处 斗了一阵 妙善总算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原来跟前的这个傻子战斗 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身蛮力 她本身并没有什么战斗技巧 或者武技可言 但是就单凭她这一身蛮力 却和妙善斗了个不相上下 再加上她身上 时不时伸出来的触角 确实是让人有些防不胜防 嗤嗤树声响 傻子的后背处 伸出了数个触角 她现在的模样 就像是一只八爪章鱼一样 妙善回见一扫 羞羞之声响过 傻子身上的触角被斩落一地 妙善一声轻笑 她手中的剑平直前方 向前急驰而去 她右手一松 手中的剑 骤然向前急飞而去 扑一声响 她手中的剑 准确无误地穿过了傻子的心脏处 她的胸口多出一个血洞来 她这一剑 足以能将傻子的心脏给绞碎 但诡异的是她身上 却没有一点鲜血流出来 好像她的身体 主就是一具干湿 没有一点血液 也没有一点水分一样 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的大血洞 傻子 有些干巴巴地笑了笑 真可惜 回去以后又要修补身体了 很疼的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妙善目光有些呆滞地问道 她感觉真的有些见鬼了 这家伙身上为什么没有一点血 她的心脏去哪里了 不妨告诉你 我的身上融合了至少五种动物的基因 村政家族的基因技术很完美 他们告诉我 我现在是不死之躯 我本来对他们的话抱有疑惑的态度 但是我现在相信了 傻子呵呵大笑 她这是发自内心的得意 真的 没有什么事情 比自己得到不死之躯 更值得高兴了 不人不鬼的东西 有什么好得意的 妙善冷笑了一声 她右手一招 三尺清风又回来手中 她一声轻沙 手中的剑向前一阵一荡 一抹青色湖光骤然形成 向这傻子拦腰斩去 这一剑刚时老 她又刷刷斩出两剑 三道青色湖光在半空中交集而成 向这傻子斩去 三弦官 独有的剑是 荡魔三世 这三世剑法至正至刚 是一切邪魔歪道的克星 这傻子现在根本不算是人 所以妙善用荡魔三世 来对付她最适合不过 吃 一道剑芒 斩落在傻子的身上 她身上腾起一阵清烟 傻子不自由主地退了几步 本来她早已经没有痛感的身体 感觉到一阵刺痛 吃 又一剑 斩在她的眉心正中央 吃辣一声 就像是下游锅的声音响起来 她的额头上马上起了一道剑痕 这剑痕就好像是烧红的 红铁直接放到她额头上一样 傻子现在已经不傻了 她可不会傻站在这里 接下妙善第三道剑芒 她就滴一滚 躲过了妙善的第三道剑芒 然后突然腾空跃起 一拳向妙善的后心处砸落 砰 一声枪响 傻子的身体重重的一顿 她的胸口中了一枪 对方用的是沙漠之鹰 这种枪的冲击力极大 她身体重重的向后一顿 她这一拳被这一枪硬生生的逼退 歌 薛听雨又惊又喜 来人却是薛红云 薛红云见薛听雨没事 她松了一口气 冲着薛听雨点点头 然后急急地跑到了妙善的跟前 紧张地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妙善手中常见紧握 死死地盯着傻子 这一枪 虽然在傻子身上开了一个洞 但是她却还是一点视野没有 她阴侧侧地看这几个人 然后举步上前 这是什么鬼 这种英雄救美的桥段 薛红云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过 她荡在妙善的前面 举起手中的沙漠之鹰 轰轰又是竖枪打了出去 每一枪都打在了傻子的身上 但是傻子的身子只是向后顿了顿 但是她依然固执地向前走去 你是终结者变身吗 薛红云傻眼了 她知道这一次装逼装得有些大了 本来想这英雄救美 她心想只要拿一把沙漠之鹰 有什么问题不是迎完而解的 可是她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么个变态 操 打了几枪竟然没放到 呵呵 枪这玩意 说实话 有时候真的不管用 傻子呵呵笑了一声 突然猛地向前大步踏出 然后向薛红云所在的方向 急奔了过去 闪开 闪开 薛红云本来还想冲下英雄 但是妙善一把将她扯开 然后右手一抖 又试一试 当魔剑斩了过去 但这一剑 斩在傻子的身上 就好像是斩到了一块厚厚的帆布上一般 让她的剑在也无法向前寸进一步 傻子突然咧嘴一笑 她双臂一阵 妙善感觉到一阵 距离从剑身上传来 她一声轻呼 连退了七八步 小心 薛红云连忙上前想接住她 但是这股力道奇大无比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翻滚在地 妙善倒是没事 但把一向养尊处优的薛红云 这一次着实摔得不轻 她倒在地上疼得直吸冷气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妙善连忙站起来 拉起了薛红云 我没事 没事 薛红云勉强笑了笑 可就在两人这分神的瞬间 一条长长的触角突然飞了过来 紧紧地缠住了薛红云的脖子 薛红云感觉到 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她的脸在这瞬间变得轻子 眼见她就要 因为无法呼吸而断气 小心 就在这个时候 妙善手中常见一挥 随着一声轻响 那长长的触角便极断开 谢谢 薛红云马上感觉到 呼吸顺畅了 自己小心 妙善右手一迎手中的长剑 她又反身向敌人扑了过去 其实 这家伙的实力一般 她靠的就是被融合的基因 和那莫名其妙的触角 再加上她一身蛮力 所以 让人感觉 她有些难缠 是 刺青